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妮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艾里克斯 首先通知一下大家 最近发现有很多的诈骗分子 利用我们的图标 图像 类似的名字等等各种形式 大肆招揽人员加入他们的群组 在这里 我们再次声明一下 我们除了这个YouTube频道和一个自己的鲨鱼工作时的网站之外 没有在任何的社交媒体 包括微信、discord、line等等等等 没有在任何一家建立过群组 任何邀请你加入群组的邀约都属于诈骗行为 请大家谨防上当 今天是10月13日周四 又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美股没有按照大摩给出的剧本演出 严格地说 他们只说对了一半 超预期的CPI报告发布之后 美股是低开了近3% 而后面呢 或许就像安迪说的那样了 尽管美联储今年以来大幅加息依然没有抑制住通胀的上升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4% 较上年同期上涨8.2% 踢出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了6.6% 核心价格的年度涨幅是1982年8月以来的最高 工人工资再次受到打击 经通胀调整后 每月下降0.1% 同比下降3% 市场目前预计 美联储可能在11月12月连续加息75个基点 与去年同期相比 9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上升了8.2% 虽然比8月份略有下降 但仍高于预期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表示 9月份的通胀率略高于预期 主要是受住房 食品和医疗保健等因素的推动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4% 高于道琼斯0.3%的预期 在12个月的基础上 所谓的总体通胀率上升了8.2% 仍徘徊在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 踢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 本月核心的CPI甚至更高 上涨了0.6% 而道琼斯估计上涨0.4% 尽管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一些关键领域出现了回落 但是通胀仍在上升 食品价格的又一次大幅上涨推高了总体的数字 近几个月来 食品价格一直是导致通胀的最大因素之一 家庭食品指数即食品杂货的价格 9月份同比上涨13% 8月份的增幅为13.5% 是自1979年3月以来 40多年的最大12个月增幅 在这一类别中 某些商品的价格在过去一年中大幅上涨 如黄油和人造黄油上涨了32.2% 鸡蛋上涨了30.5% 面粉上涨了24.2% 当月食品价格指数上涨0.8% 与8月份持平 较上年同期上涨11.2% 这一涨幅抵消了包括汽油价格在内的能源下跌2.1%的影响 受密切关注的住房成本上涨0.7% 较上年同期上涨6.6% 住房成本占CPI的三分之一左右 运输服务也出现了大幅的增长 环比增长1.9% 同比增长14.6% 9月份医疗服务成本上涨1% 二手车价格下跌1.1% 服装价格下跌0.3% 鸡蛋价格也出现了下跌 当月下跌3.5% 但仍较较上年同期上涨30.5% 不过机票价格在连续几个月下跌后出现了上涨 当月上涨0.8% 较上年同期上涨42.9% 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 成本上升对工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坏消息 经通胀调整后 当月工人的平均时薪下降了0.1%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 美国商务部和人口普查局周五将公布9月份的零售销售报告 届时价格上涨对消费者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可能会更加的清晰 万事达卡的经济学家梅耶表示 尽管通胀压力很大 但消费者支出依然稳健 他说通货膨胀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部分原因是消费者的购买力非常强 消费者在通胀上升的同时仍在消费 因此美联储要有效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挑战更大 梅耶补充称 房价下跌最终将影响到租金 从而降低整体的通胀数据 而消费支出保持坚挺 部分原因是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支出留下的刺激资金 以及即使在经济大幅放缓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9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6万3千人 失业率降至3.5% 为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 截至10月8日当周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2.8万人 比前一周增加了9千人 这一数字略高于估计的22.5万人 但仍表明裁员人数较低 该报告最初是令金融市场感到不安 股指大幅低开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可能是昨天美联储会议纪要中的一条乐观评论 如果金融市场出现更多动荡 美联储可能会放缓其紧缩行动 或者是因交易商消化了美联储未来可能更大幅度加息的预期 更或者是由于市场猜测 持续了一年的抛售可能已经见底 美国股市从通胀数据飙升引发的跌时中反弹 在早盘交易中 这些跌幅逆转 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827点 涨幅2.83% 标普500上涨了2.6% 纳指上涨了2.23% 结束了连续6天的抛售 技术性也或许是反弹的因素之一 引发了程序性的买盘 可能有一些空头回补 但也有很多已经被消化 最近股市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防御性头寸 随着投资者消化更多的通胀数据和财报季开始 股市可能会继续的波动 自3月份以来 美联储已经将基准利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 周四公布的CPI数据 可能会确保美联储在11月2日的下次会议上 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 交易员认为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98% 美联储连续第五次升息的可能性 也在上升 通胀数据公布后 利率期货定价显示 升息概率为62% 万世达经济研究所的美国经济学家梅耶说 美联储已经明确表示 他们致力于物价稳定 致力于降低通胀压力 通胀率越高于预期 他们就越需要证明这一承诺 这意味着更高的利率和基础经济的降温 目前通货膨胀因素的特点是显著空前和高度的复杂 新冠肺炎造成的封锁刺激资金和其他因素 共同影响了全球的供应链 改变了美国人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推动了职位空缺和工资的激增 那乌克兰战争是加剧了供应链瓶颈 提高了石油和食品等大宗商品的全球价格 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 是显著前所未有高度复杂的 全球各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都在上升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2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1年的4.7%升至8.8% 但2023年将降至6.5% 2024年将降至4.1% 凯头宏观周四上午发布了一份报告称 尽管CPI出现了持续强劲的通胀迹象 但我们看到其他地方仍有明显的反通胀迹象 分析师哈姆里克说 这些迹象包括二手车价格的下降 应该会继续传导 以及私营部门衡量新租金的指标 表明住房通胀最终也会大幅的放缓 然而他补充称 租金上涨的放缓可能要到2023年上半年才会明显 陈兴的首席经济学家普雷斯顿·考德威尔也表示 尽管9月份通胀居高不下 但2023年降温的理由依然充足 目前尽管供应链压力有所缓解 工资增长温和 但通胀仍在持续 但明年通胀下降的理由仍然很充分 不过在看到实际通胀数据取得进展之前 美联储不会放慢加息步伐 考德威尔说 仔细阅读数据和更广泛的经济背景 就会发现有理由继续预期 未来几个月的通货膨胀会减弱 有迹象表明 通货膨胀的前景并不像这份报告所暗示的那么糟糕 考德威尔说缓解供应限制需求下降和工资增长受限 将有助于在2023年以及以后降低通胀 他表示在核心类别中商品价格上涨放缓 而服务价格上涨加速 供应链缓解开始缓解商品价格 但要彻底解开供应链的纠结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供应链的缓解愈合是我们预计 2023年以及以后通胀将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核心服务价格上涨0.8% 而上月为0.6% 增长的加速是由交通服务部门 医疗保健和其他行业推动的 考德威尔表示 剔除了一些月度间的波动 我们看到整体核心价格出现了一些进展 今年6月至9月 核心价格年化增长率为6% 而3月至6月的增长率为7.9% 这一进展几乎不足以安抚市场 也不足以让美联储开始放缓加息步伐 考德威尔还表示 最近的核心通胀数据与工资数据不一致 从6月到9月 工资折合成年率平均增长4.4% 这样的差异不会持续太久 要么工资增长按照当前的核心通胀率重新加速 要么更有可能的是 核心通胀率将很快大幅下降 以适应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增长 与此同时 前沿数据显示 住房通胀可能很快就会触顶 考虑到住房需求正受到抵押贷款利率飙升的打击 这并不令人意外 考德威尔说尽管通胀下降的理由依然充足 但是看到实际数据取得更大进展之前 美联储不会放慢加息步伐 9月的报告似乎为美联储在11月和12月 进一步大幅加息奠定了基础 考德威尔预计 这将足以抑制高通胀 美联储最终将把通胀率降至远低于2的目标水平 但考虑到如果允许通胀持续下去 通胀的危险将变得根深蒂固 但是也有可能美联储将面临过度加息的风险 根据美联储观察工具 在这份报告发布后 市场对美联储即将在11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有所上升 债券期货市场目前显示 联邦基金利率上调7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98% 而在CPI报告发布前一天的可能性为85% 一个月前仅为50% 如此规模的加息将使联邦基金利率达到3.75%至4%的区间 没有迹象表明美联储明年将停止加息 市场对美联储12月和3月的政策会议的预期是 美联储将再加息两次75个基点 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 目前对12月就业市场的预期 似乎比上周就业报告发布后更为乐观 好了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更多更详细的市场分析和投资策略 请关注我们的会员视频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平等下期再见